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装的模型是万代在2023年1月14日 发售的HG系列的最新产品 是来自于水星的魔女当中的一台机体 米卡埃里斯 中文翻译是叫恶魔审判者 这款产品的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1600日元 薄薄的一盒直接来开箱 全部的板件一共就只有4大块 再加上两个光束军刀的剑刃 以及一小块的透明零件 还会有一个用于支撑右手的简易支架 一张铝箔贴纸用于补色的部分 主要就是右手爪子内侧发光的部分 然后还有监视器 以及透明零件下面的地方 是需要稍微补一下色的 可见这款产品的分色 应该还是非常优秀的 一根软铁丝 用于右手爪子飞出去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 长度还算可以 最后拼装说明书也是和之前其他产品一样 就只有四折页的内容量 可见水星的模拟器的产品 拼装结构还是相当简单的 其他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开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速完成了全部的组装之后 来简单的聊一下这款产品 作为HG系列的产品来说的话 整个拼装的过程依旧还是非常的简单 我一边拍视频一边拼装的前提之下 大概也就没到两小时就完成全部的组装了 拼装完成之后本体的高度大概在16厘米左右 因为这一台机体头上会有一根比较长的天线 所以说稍微会高那么一点点 整台机体的外观造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种左右不对称的造型 再加上这种非常干练 然后配色什么的话也都挺好看的 所以说就外观造型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台机体的 至于在完成之后的把玩体验上 我认为这款产品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水晶的模拟系的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C型扣比较多 但是今天这款产品的话相对来说 C型扣已经是比较少的了 特别是像在屈膝关节 这种比较吃力的关节的地方 完全没有使用C型扣的结构 这款产品的话屈膝关节的地方是非常紧实的 而且如果刚才有看完整的拼装过程的小伙伴的话 会发现这款产品的腿部是有完整的骨架的 对于涂装党来说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对于腿部的装甲就不用再做额外的加工和改造了 只要直接夹组一下 然后再拆开来喷涂就可以了 甚至如果你有看完整的拼装过程的话 连甲组都可以省去了 直接就先喷涂再组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手部的结构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基本上是不需要做什么分件改造的 C型扣体验比较糟糕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了爪子上 首先就是在外观方面 可以看到这边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缺口 特别的出戏 而另外一点就是爪子的固定也是比较的松动的 用手轻轻一捏的话 就很可能会发生C型扣的松脱 把玩体验上是比较糟糕的 还有这三片爪子在闭合状态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固定卡扣的 所以说要调整到一个合适位置的话 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非常令人烦躁 在把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 平转的时候千万不要捏着爪子去平转 一定要捏住大臂根部的地方 这样子进行手臂平转的话会比较安全 前面的这里是没有可动的 如果强行捏着这里转的话 是会发生损坏的 需要小心一些 本体背后的背包是比较小的 造型我认为并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好在接口和之前的产品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可以把背包拆掉 换上异端审判者的背包也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是同一个公司的 所以说换上去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 甚至我认为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至于在分色方面 我认为这款产品做的也是相当优秀的 几乎没有用到补色贴纸 像这种压带透明零件下面的贴纸 效果非常好 我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 都不能算是补色贴纸的 真正用于补色的贴纸 主要就是在左手盾牌下面 会有一小块灰色的地方 然后剩下的就全部是在爪子的内侧了 这三条线是补色贴纸 然后贴纸的话有两种可以选择 一种是这种带有绿色启动状态的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纯黑的 这个完全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可以了 除了本体之外的配件是比较少的 就只有一根线蓝两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还有一个简易支架是没有替换手型的 这个简易支架的主要用途 是用来支撑右手飞出去的状态的 但其实支架的尖端接口的口径 和裆部下面的孔洞是相同的 所以说当你平时不使用右手的时候 把这个支架来支撑本体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下面来简单看一下身体各处的可动性情况 首先下巴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凸起 和左右两侧的衣领会有一定的干涉 所以说左右平转大概只有90度左右 头部和身体连接的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如果大幅度抬头的话 这个球形关节是挺容易发生脱落的 低头的时候下巴也是挺容易撞到 胸口前面的驾驶舱的 所以说低头的幅度也并不是特别大 手臂和身体连接的地方会有一处外拉关节 稍微拉出来一段距离之后 手臂的前身幅度还算可以 肩甲和手臂连接的地方是一个C型扣 但是这里的关节还是挺紧实的 手臂的平抬角度可以超过90度 大臂根部会有一处平转可动 然后屈肘关节的地方是一个单关节 可动幅度大概在90度多一些的样子 右手的小臂部分是一个可以独立拆分的机械爪 拆下来之后可以插上产品当中 所附带的延长线缆之后 可以还原出一个飞射出去的状态 这个机械爪单独拆下来之后 当中也是会有一定的可动的 上面这一处装甲可以进行一下可动 然后前面的三个爪子都可以张开 这个非常松 轻轻一碰就会发生掉落的 张开了之后可以向前翻折 然后在这三片爪子的末端 也会有一个小爪子可以进一步的展开 在我说话间这个爪子又发生掉落了 在机械爪的中间会有一个洞 这个洞上是可以插上光束军刀的剑刃的 同样的剑刃在左手盾牌处的地方 也可以再插一根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实现双刀的状态了 躯干处的结构就只分了胸和腰的两段 胯部的地方是没有独立可动的 弯腰可动的话就单纯靠的是 胸部和腰部中间连接的一个球形关节 但是这个可动幅度我认为还算可以 至少弯腰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挺胸的话是几乎没有的 然后平转没有任何的问题 前后裙甲的零件是直接插在胯部的 没有任何的可动幅度 然后大腿根部的前踢角度 非常轻松的可以踢过头顶 后踢的话会受到后裙甲的干涉 所以说这里的后踢角度是非常小的 平踢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踢过头顶 大腿根部会有平转可动 屈膝关节的地方是一个单段关节 屈膝角度大概在160度左右 膝盖前面会有一个套欠零件 这边也会有一些简单的可动 脚腕关节和小腿连接的地方 是一个球形关节 前后左右会有一定的可动幅度 然后脚腕和脚掌连接的地方 是一个横向的转轴关节 所以说左右侧摆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抬脚和垫脚的幅度也还算可以 脚掌的话就只有前脚掌 会有一处轻微的上抬可动 向下是没有可动幅度的 三寸金莲的小脚掌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HG系列的米开埃里斯的产品 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除了爪子的把玩体验 有一些糟糕之外 本体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 各处关节都非常的紧实 分色也相当的优秀 完成度还是相当高的 我认为如果是价格合适的话 还是非常值得买一款来玩一下的 好那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